从有人 值得你跨越山水万城 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 我确信确认 你是那个人 我承认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就困在你的眼神 倾诉深感那刚刚梦雅的缘分的茂山 谁没有看过 我觉得每个人的童年一定逃不过TVB的剧 就你一下就可以脑海中的歌详起很多歌 比如像《攻心机》里面 Your pose 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太多剧 太多歌了 我觉得每一部 挑不出来 太多了 因为甚至有很多我都已经记不起名字 因为我实在看的就是太多了 包括我最近有重温一个TVB的剧 但那个剧的名叫无头东宫 你知道吗 就很经典就很好看 非常好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去重温那一剧 既然就刚好重温的那一剧 那就暂时是那一剧吧 每一部都很好看 还有什么鸵枪尸体啊 什么什么很多很多 相信我真的看了很多 大家看到我的第一眼都会觉得 周深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rock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在音乐园计划能够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 啊哈 当然是好听啊 最想做就是不求是没有 最喜欢看电影啊 看电视剧啊 然后或者自己唱唱歌 不要提前给自己过大的压力 就是我们还 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事情 隐身 在一些尴尬场合的时候 就可以立马消失了 视频开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 今晚20点20点30分 周深苏州演唱会门票开售 大家记得抢票 还有就是12日也就是明天 抖音的美好奇妙夜开启 北京卫视在10日艾特周深 预告了直播时间和直播链接 大家可以在抖音北京卫视 北京时间等平台看直播哦 此外 工作室也在10日发布了 重庆站的战报 发博说 彼此聆听对方的声音 找寻共鸣的旋律 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见面的意义 战报中说 2024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 主话题阅读量破38.9亿 本场全网灯热搜热榜八十家 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3.9亿 最后说 我们复习这高喊雄奇的瞬间 也偷偷预袭着下次重逢的欢庆 前方的光亮不再只存在梦境 那是我们约定好的远方 短暂的别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见 下一站又将是怎样的婉转榴莲 11月9日10日苏州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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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知道自己还能唱多久 我便知道 你听过我这封首歌 但是 你只要听到我 你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善意 很荣幸可以在你的人心当中出现 哪怕只有十秒副歌的时间 我很渺小 我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大 谢谢你们看到了渺小的我 也谢谢你们给我 不朽的爱 我的月亮也没有空心的女生 我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大 我爱你 我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大 我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大 不朽的女生 谢谢你们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庆站作为9.29赫兹巡演的加场开始 延续了北京鸟巢站的震撼与感动 同时又融入了更多的重庆特色 反身带此全砖解锁 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应 演唱会也被媒体报道为现象级 认为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整个演唱会从灯光设计到舞台布置 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雕琢 媒体认为周深的9.29赫兹巡回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音乐表演 更是一场情感与体验的全方位沉浸 通过对细节的精雕细琢 和对观众情绪的精准把握 它成功打造了独特的稀缺性和情感壁垒 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 是它在竞争激烈充满挑战的市场中 真正脱颜而出成为现象级演唱会的典范 重新定义了音乐会的体验与价值 很多歌手都是从体育馆开始巡演的 周深一开始就从体育场开始了 本来今年打算就是9个城市 上海开始到北京鸟巢结束 但是太受欢迎了 后面又加场了 所以才会在重庆演唱会的时候 最后一首歌选择了重启 据悉周深明年会继续巡演 会有二线城市 也期待周深的试询 接下来周深即将到达苏州 继续它的音乐旅程 每一站都将是一段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冒险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奇迹的到来 共同见证更多动人的瞬间 大家记得今晚抢票哦 现在听得那么开心 那就要来接受一道考题了 大家嘴皮子溜不溜 喊这么大声 你们真的很像来踢馆的 那我来试一下 有一个我演唱的舞台 它很精彩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童话故事 里面的主人梦的名字叫做 滑的UD pem Rollibi 厉害啊 他好想的那条巨龙的名字叫做 Quan Tu 呀 your main turn 看他的朋友 我听到你们在那混水 摸鱼 不得笨啊 看他的朋友们单独考一下 叫 大了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就跟我一起来 回顾一下这个童话故事吧 那个人 我承认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困困在你的眼神 倾诉生干 那刚刚萌芽的缘分 那冒险 尝试黄昏 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 夕阳里的晚安 这场青春 月是在慢慢变得晚安